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特區政府在昨天傍晚發表了一篇新聞稿 回應中聯辦的聲明 但到了深夜時份 特區政府刪改了新聞稿 徹底向中聯辦跪下 到底在傍晚那篇新聞稿 特區政府是怎樣說的 第三段是這樣寫的 中聯辦是中央政府 在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第22條第2款 設立的三個機構之一 根據特區政府過去23年以來的理解 是哪三個機構 分別是中聯辦 解放軍駐港部隊 和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 最後那段怎麼寫 中聯辦及其人員 均需按照基本法第22條第3款 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好了 就說得很清楚 即是說中聯辦 是受到基本法第22條規管 到了晚上11點多的時候 就刪改新聞稿 將原有新聞稿內 所有涉及到基本法第22條的字眼 刪走了 到了凌晨12點多的時候 更加發表了一篇新的新聞稿 這篇新聞稿就完全破壞了一國兩制 到底那篇怎麼說的呢 很簡短 就說 中聯辦是中央人民政府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機構 不是基本法第22條第2款所指的 中央各部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機構 大家一聽就聽到當中的邏輯矛盾 是不是 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設立的機構 和中央各部門在香港設立的機構 有什麼分別呢 你特區政府現在無非就是為了全面配合中聯辦 對基本法第22條最新的詮釋 竟然用了一些 連自己也未必說服得到自己的藉口 就走出來和公眾解話 難為你林鄭月娥上台之初 一片洋洋得意 又是要搞管治新風格 又是要搞理財新哲學 在去年的慈山寺之上 林鄭還有那份勇氣拒絕 向中聯辦原主任王志民握手 現在你為什麼拿不上那份勇氣出來 拒絕向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妥協 當然因為你已經沒有了政治能量 你已經沒有了民望 所以現在就沒有了管治意志 要徹底向中聯辦跪低 你現在林鄭就是比毅滿政權的愛新葛羅普 而這個傀儡更加不堪 而你這個特區政府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又是廢 為什麼你現在不站出來捍衛一國兩制 不站出來捍衛法治 你們這些人做什麼香港的官員 請問既然你都要向中聯辦跪低 不如做戲就做全套 索性就向市民說 說過去23年以來 特區政府一直都是錯解了《基本法》第22條 中聯辦的確不是 根據《基本法》第22條 設立的三個機構之一 你這樣說吧 是不是 其實現在再說下去根本上是 一國兩制和法治都徹底是完蛋 告訴你 因為《基本法》第22條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就是用來區別了 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之間的權限 它就是用來阻擋中央政府 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一條重要條文 現在中聯辦為了合理化和正當化 它要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竟然間是可以自行詮釋和解釋第22條 然後就將中聯辦自己本身 凌駕於第22條 這些還有什麼一國兩制可言 完全就是徹底破壞了 連那塊遮醜布都撕走了 是不是 還一揹國兩制 原來中聯辦是超然於第22條 那你第22條都是管什麼部門 不如特區政府出來解釋清楚 《基本法》第22條是規管什麼部門的 如果你說中聯辦不受《基本法》第22條所規管 這些全部是 沒有一國兩制 如果是這樣的話 原來中聯辦是可以隨意就住 這些香港內部事務來發聲 什麼叫發聲 其實就是干預 不是你發什麼聲 然後就開始慢慢潛建 根據2014年發表的一國兩制 在白皮書 就說中央人民政府對於香港是有監督權 和全面管治權 那時候你中聯辦就是落實這些東西 不斷地去擴充自己的權力 然後你特區政府竟然不去做任何的阻擋 不去做任何的制止 反而就是跪下全面配合中聯辦來擴充權力 那你有什麼好說呢 還一什麼國兩制呢 而且你特區政府經常口口聲聲說要強調 就是法治的觀念 法治的觀念是怎樣的 是對於那些基本法憲法裏面的條文 23年前是這樣的理解 23年後的同一日 都應該是這樣理解的 白紙黑字寫出來這麼清晰 怎麼會隨著一些人事更跌而有所改變 怎麼會隨著中聯辦的主任由張曉明轉為王志民 再轉為駱惠寧 然後原來對於基本法第22條 那個看法就會有改變 那個解釋就有改變 這個就已經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了 就變成是中聯辦說了算 這個還是什麼法治呢 這些就不是法治而是人治 所以你特區政府就不應該再拿一國兩制和法治出來搭市民 還有一件事 現在中聯辦就說自己是不受基本法第22條規管的 他在香港的地位就變成超然了 香港基本法裡沒有一部的條文 是可以規管得到中聯辦在香港的行為 因為他說自己 不是一般意義上的 中央各部門在香港設立的機構 到底有哪一個條文可以規範到中聯辦的請問 還有 為什麼中聯辦是可以 出篇聲明就可以解釋得到基本法第22條是怎麼理解的 第158條 寫得很清楚 基本法的解釋權是在於全國人大常委的 我不是說要支持釋法 只不過 若然你真的要對於基本法的條文是有解釋的話 你就應該走回一個正常的程序去做 而且釋法就應該由特區政府主動向中央人民政府提請 就不是由全國人大常委主動釋法 更加不是由你這個中聯辦 什麼並非一般意義上的中央駐港的機構來做 而且是發篇聲明地解釋了 如果是這樣 這個基本法還有什麼存在價值呢 是不是 有些人就不理解 我一向都不相信基本法 基本法一向是廢紙 你是錯了 告訴你 因為基本法的地位 至高無常 是凌駕於普通法 當我們本地法例當中某一些條文 是跟基本法有抵觸的話 那一部分的條文肯定是無效的 肯定是廢的 問題就來了 中聯辦今天就說對於這個基本法第22條 有一個不同的解釋 這個解釋就推翻了過去 特區政府23年以來對於基本法第22條 即是理解的 推翻了市民過去的23年以來 對於這個22條的理解 他今天可以解釋 22條 明天又可以解釋105條 105條是什麼 就是關於私有產權 105條是怎麼說的呢 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 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 他若然第二天跟你說 什麼叫做私人財產和法人財產 原來銀行存款是不算的 他絕對是有這樣的權利去解釋 既然他也可以解釋第22條 你怎麼保證他以後不會解釋基本法裏頭 其他的條文 而且你怎麼確保得到他的解釋 是符合你的意願 或者是一般以來對於基本法的理解 你怎麼知道 所以作為一個國際投資者 如果你要開設一間 即是地區的總部 你還會不會選擇香港呢 原來那些這樣的法治是這樣的 是要跟隨中聯辦主任的意願 那你還敢在香港開呢 那一定是會選新加坡或者台灣 是不是 你就不會再選擇香港 那你作為香港人 你還會不會對香港有信心呢 如果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 現在 那些這樣的原居民 其實都開始被人動了 不斷有些人出來提出 尤其是在土地大辯論當中提出 那個丁權應該要收回 因為基本法沒有列明的丁權 那些傻傻傻傻告訴你 事實上基本法第四十條 的確沒有說到丁權 只是說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 是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 若然 第二天他又要對於第四十條有解釋的話 什麼叫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 就在祠堂裡面拜神 就在武農武師 他就可以收回你的丁權 誰告訴你丁權是合法傳統權益 這是你的理解 不是中聯辦未必是中聯辦主任的理解 所以根本上就是息息相關 有些人不理解 二十二條我奉公守法我愛國愛港 關我什麼事 完全錯了 這件事是不分黃藍的 不關政治立場的 而是說一國兩制和法治 被完全扭曲了 這就是牽涉到全香港市民的利益 特區政府現在都沒有執政意志 又不捍衛一國兩制 又不捍衛法治 本來他們還可以堅守 說中聯辦是受到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所規管 現在他們連這件事都放棄了 有什麼好說呢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